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看来看去 这应当时说的一个人一样的事 这戴岳是谁呢 不得不说 他是四川书鞋里的老角色 在上一届书鞋里 他身兼省书鞋常务副助席和秘书长两职务 是川书鞋里具有很强话语权的人物 事实上戴岳并不是从青年时就进入专职书法圈的 在成为职业书法家之前 他在银行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 两点一线的职员生活让他疲倦 他辞去了别人眼中的金饭碗 在四十一岁之际 成为职业书法家 他回忆说 做自己喜欢的事 让我身心放松 如果我把书法仅仅当作业余爱好 附庸风雅的玩乐 那永远也许就停留在业余状态 在成为职业书法家之前 戴岳虽然是业余的身份 却始终没有放弃书画的创作 在很小的时候 戴岳家在县文化馆旁边 常常会有画展举行 戴岳那时的理想 是希望成为一名画家 文从沈梦了解 他自学素描 水彩 水粉 油画 但苦于无高人之点 在钻研了十几年之后 他放弃了油画 改学中国画 三十四一九九六年 岁那年 他拜当地书画名师学画 老师告诉他 要想画好中国画 书法不好是不行的 于是 他拜了著名书法家刘正成为师 在仅仅三年之后 他所创作的一幅行书 获得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壮课作品展一等奖 这 成了戴岳转型 成为专职书法家的良好契机 在正式转行之后 戴岳开始认认真真系统研究古人书法 从王博 女傅 孙国庭 二郎 一一研习 化为本格 近年来 戴岳的行草在书坛颇有名气 堪称一绝 宛若行云流水 挥洒自如 他的书法融合 智苦且严美地书风 有种洒脱 演义之之味 近年来 戴岳关于书法的真知灼见 常常建筑报端 如 他曾说过书法 不是功成名就的快捷公道 易语点醒迷途之功利人士 他还认为书法家应该有社会担当 参与社会建设是一不容辞的事儿 当然 他的一些专业论调 就更值得思考 例如 他曾说过 书法绘画源流相同 今天讨论巴蜀画派 齐渊源自然离不开当地书法的发展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在戴岳和他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四川出协将呈现更新潮的面貌